在王者荣耀 游戏里有三种伤害类型 分别是物理伤害 法术伤害 以及最为少有的真实伤害 物伤和法伤都是可以通过防御装备来减少伤害的 但是对于真伤来说 他们无视任何防御装备 只能用血量来硬扛 而在众多英雄当中 只有几个英雄有真实伤害 但真伤能暴击的 全峡谷只有两位 你都猜到是谁了吗 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个就是王者荣耀最出名的战神吕布 吕布之所以能获得战神的称号 完全是因为他的被动带来的效果 而且他是因为真伤能暴击而称霸上路 只要让他附魔后 你只能挥到 那一刀砍下去就是爆炸的伤害 所以吕布布需要穿透 只要暴击攻速就能打出成堆的伤害 第二个是马可波罗 马可的真伤更加强势 尤其是被动真伤 只要马可敌满10颗子弹 在接下来的时间内 普攻和技能都有真伤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真伤可以暴击 在中后期 达到极限子弹数量的马可 一个一技能 差不多就能触发被动真伤 所以对于马可来说 坦克英雄在后期 简直机枪指一样脆弱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